大家好,凉拌干豆腐 做法没有一百的,至少也有五十个 今天的凉拌干豆腐,许多人都没有吃过 味道呢,特别开胃 不到五元就搞定 咱们先来准备适量的干豆腐 切成大约两毫米宽的条 切好后,抖散 装入盘中待用 香菜准备一小把 切成均匀的小段 切好后,装入盘中待用 再准备一块钱的豆芽,装入碗中 适量的大蒜将它按扁 然后切成烂蒜 切好,装入盘中待用 准备一段葱白,从中间划开 打鞋,把葱白切成丝 这样的大葱就不容易刷牙了 切好后,装入碗中待用 锅中烧水 水开,把豆芽下入锅中 再次开启后,给豆芽焯烫30秒 焯熟 烫熟后,将它放入冷水中 再把豆芽捞出来 锅里面的水不要倒掉 下入干豆腐三 焯过水的干豆腐,口感会比较软 吃起来一点也不干吧 水开后,给干豆腐煮三分钟 然后捞出过凉 上手撞干水分 装入盘中待用 准备一个碗 里面加入适量的辣椒粉 这个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就可以了 准备六成油温的热油 少量多次的浇入碗中 这样的辣椒就不容易炸糊了 给辣椒炸至成熟就可以了 炸好后,来上一把熟芝麻 先搅拌均匀 然后在里面调味 加入生抽 白醋30克 再来15克的白糖 适量的盐 少许味精 少许香油 搅拌均匀 一碗非常好吃的凉拌汁就调好了 接下来 把所有的主料和配料 放入一个碗中 浇上调好的料汁 用筷子抖拌均匀 这道菜的味道 吃上一口小酸甜能开胃 而且呢 带上葱香和蒜香 稍微的来一点辣味 配合这干豆腐的豆香味 真的是太美味了 朋友们 视频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您 伸出您发下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 满分100的话 你会给这道菜打几分呢 点击我的头像 还能看见更多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关注老洋美食 让你天天做好菜 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